设计队新王牌,凭最后两发十环逆转夺冠,杨倩冲金失败被拉下神坛 在最近,全运会正在举行,很多选手在全运会还没有开幕的情况下将奖牌带回了家 大家知道的除了全红蝉,还有杨倩,刘士文等等,都在这场运动会上拿到了属于自己和国家的荣耀 对于国人来说,全运会是一场内卷之争 在全运会上,选手们的对手可能是自己的朋友,也有可能是自己的前辈 在比赛中,双方都会拿出更好的成绩来面对,因此也不断地爆出冷门黑马 在这次全运会当中,除了之前在东江运会上崭露头角的全红蝉杨倩外 还有沈亦瑶也在设计比赛当中拿到了高分,夺下金牌 在这次全运会上,很多新人都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对于观众们来说,这些年轻人有大把的机会 只要注意训练的节奏,在三年后的巴黎运动会一定会有更多的新兴出现 全运会上的选手们大部分都是在东京奥运会上比赛过的 在这一次他们依然在参赛,只是比赛的结果各有千秋 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张佳琪,在这一次的全运会上发挥不是很好 但好在及时的调整状态,大家对她也都很看好 其次就是杨倩,杨倩之前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了金牌后 就大火,一言一行都能冲上微博热搜 和大家合影也都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 当然成名的同时,她也在承受着光环后的心态倾斜 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次全运会高手如云 哪怕是陈红禅在这次全运会当中也差点没守住自己的冠军荣耀 冷门黑马一个个爆出 这让很多的运动员们都感觉到了危机感 而杨倩在这次全运会中的表现也不太如意 在最近全运会的射击队中不仅出现了沈亦瑶 还爆出了一个新王牌 她就是杨倩的队友王志林 17岁的王志林在这次女子10米欺步枪决赛当中夺得了高分 在刚开始的时候,她的得分并不可观 和张天琪共同争夺金牌 但在最后关头,王志林凭借最后两枪十环的成绩领先 实现了逆转并夺下了冠军金牌 同样也是和沈亦瑶一样的冷门黑马 让大家不得不感叹,这次的全运会不会是人外有人呀 而杨倩的成绩就差强人意了 这位17岁的小姑娘不仅击败了同她一起争夺冠军的张天琪 还将杨倩拉下了神坛 这一次杨倩在比赛当中发挥失常 只拿到了铜牌,让大家感觉有些遗憾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结束 所以在这次全运会上心心很多 她们的心态或许和杨倩有些不同 所以比赛超常发挥也属实正常 而杨倩在这次比赛当中拿到铜牌 或许也和心态、状态有关 拿到铜牌也是一件荣耀的事 杨倩虽然冲金失败 被自己的队友从冠军的位置上拉下来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杨倩的运动生涯就此结束了 杨倩还年轻,还有大把机会面对比赛 在三年后就是巴黎奥运会 这次全运会后 所有的运动员都会进入一个漫长的训练周期 等巴黎奥运会开始后 相信杨倩和其他选手们也会给咱们一个惊艳的表现和成绩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这次王志玲和杨倩的表现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当中说出你的看法 关注体育圈瓜总 了解更多体育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了